美国战略之夜晚曝光 有消息称中国正在研发一款新型的海上超级武器 性能更加先进 其最大的特点不仅能在水面行驶 还能像潜艇一般 拥有在水下半潜状态下机动的能力 中国又一拥有超高尖端性能的海上科幻巨舰遭美曝光 不仅令国人震撼莫名了 中国设计研发的这款海上超级武器 排水量高达2万吨左右 其主要依靠携带的大量导弹来进行作战 所以光精确制导导弹就可载有高达数百枚 战力远超正在制造的055万吨驱逐舰 堪称五库舰 这款五库舰看起来极为扁平化舰体外形 极具强大的衍生能力 而为了更加隐蔽待敌 在采用半潜状态的它 更使得敌方水面战舰难以发现 从而极具杀伤力 这种介于航母与战略舰之间的海上武器 是五库舰的最早概念 美军曾提出一款舰体长度近250米左右 拥有500个武器发射单元的五库舰设计方案 还搭载两架舰载直升机用于反潜支援作战 其采用双可体半潜船的设计理念 但相比中国这款五库舰 其不能达到全潜状态 由于采用了半潜船的设计理念 所以美军提出的这款五库舰舰上的上层建筑 如舰岛等战道的面积会很小 所以整个舰体表面可达到露出水面不到两米的高度 引伸能力也较为突出 作战时可依据数据链系统 达到与航母搭配作战时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这种五库舰可以顶替海上巨无霸航空母舰的一部分能力 有军事专家表示 美军设计的五库舰虽然火力强大 但从设计角度来讲 也是一款极端注重野生化火力强大的海上战舰 所以对后勤保障的伴随舰支性能及数量不低 而且该舰的单舰作战能力有限 若在高海况海情下 其半潜的行驶状态 对于稳定行驶及速度的要求会更高 但有军事专家表示 但中国若研发成功这一概念武器做到的不仅是 将原有的一些致命缺陷 有效摒弃 更将潜艇的一些作战理念引入其中 使得在权权状态下的五库舰拥有全新的作战理念 不仅对海上水面战舰 空中威胁几具打击 更能够有效支援对陆作战 若配合航母作战 将是其强大的火力配置单元 所以外媒猜测 中国将于2023年完成中国版五库舰全面概念验证 并从两个备选方案 一种是大部分舰身潜入水下 只留防空武器和雷达等 露出水面的半潜舰体设计 另一种则是采用双指挥塔的 潜艇五库舰设计 从中选定一种开始研发设计 预计首艘五库舰会在2025年前开工 第一艘五库舰很可能要在2030年前 正式加入中国海军